欢迎收看11月29日的《市说新闻》,我是主播竹明子 30多岁的华南张先生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罹患血癌 万幸的是,张先生居住在医疗资源丰富的洛杉矶 那么他是如何获得民意帮助,半年时间进入被称为remission的缓解期 据抗癌成功一步之遥 其他华人癌症患者又是如何求得民意出手 今天的《市说新闻》,我们带您一探究竟 家住洛杉矶的张先生平时热爱运动 几乎每周都会游泳或者慢跑,也没有家族病史 不过,癌症还是找上了门 2021年10月,他因看东西有重印就去就医 结果却被确诊为白血病 张先生的家人们都不在美国 只有一个远房亲戚住在这里 虽然有许多朋友,但是疫情期间受限防疫政策 进医院探望十分不便 因此,张先生可以说大多数时间都是独自面对癌症 张先生回忆,他整个治疗过程总体上保持较乐观的心态 但是有几次的险境,也令他感到很绝望 例如在第一次化疗之后,他胃疼到非常难以忍受 不得不在病房里用哀嚎来缓解 而且进食还会让状况变得更糟糕 这样的情况整整持续了一周 而在第四次化疗后,因为保护身体免受外界入侵的白细胞 与癌细胞一起被化疗药物杀死 他经历了严重的感染,不得不速度祝愿治疗 经历半年的治疗后,张先生目前处于remission的状态 也就是缓解期 虽然每个月还是需要去复诊和咽血 但情况已经稳定了许多 只需要继续保持两年,就几乎不会有复发的风险 至于为何突然罹患癌症 医师只说是基因突变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基因突变,则不太清楚 张先生是在希望之城,即City of Hope治疗白血病 回忆治疗经历,张先生言辞中洋溢着感激之情 他表示,医院的硬件和软件设施都堪称一流 每位病人都有独立的病房 还有护工每天清换床单 医院还督促病人每天洗澡和更换病号服 如果无法自理,还有专人帮忙 在洗澡时还会用保鲜膜护住输液缸 张先生之前也在其他医院就诊过 他感慨从未拥有过City of Hope这么好的条件 张先生特别提及了自己的主治医生 是希望之城的福曼医学博士 这位医师虽然在业界享有盛誉 却没有展现丝毫的傲慢 认真的医治每位病人 难能可贵的是,福曼医师不仅关注癌症病情本身 还十分关心病人的心理健康 因为新冠疫情,访客政策严格 且病人行动受限 张先生只能在病房和医院大厅转悠 这让爱户外爱探索的他感到封闭 并逐渐陷入抑郁 医师敏锐地捕捉到了张先生的情绪 在第三次化疗后 答应让张先生回家住一段时间 并愿意承担相应风险 这深深地触动了张先生 张先生认为自己的病情好转 离不开医院的专业治疗和人文关怀 他很庆幸自己选择了City of Hope 张先生的主治医生是福曼 Steven Foreman医学博士 他是国际公认的血液学专家 是City of Hope血液学恶性肿瘤研究所所长 可谓是业界金牌医师 张先生说有的名医虽然是业界大佬 但很平易近人完全没有架子 如果民众想求助名医 可以考虑发电子邮件直接询问 张先生强调 例如他的主治医生福曼 经常会回电子邮件 在不上班的周六早上也不例外 两人在治疗开始前就曾有电邮互相联系 世说新闻团队之前也报道过一位华裔癌症患者 陈嘉敏曾患有白血病 他在希望之城接受骨髓移植后重获新生 陈嘉敏在希望之城的主治医生也是福曼医师 那么他是如何找到福曼医师 并说服对方成为自己的主治医师呢 陈嘉敏介绍 他在新墨西哥州的圣约翰大学任教哲学教授 在做资料搜集时 发现福曼医师曾在圣约翰大学攻读了哲学学位 当他用电子邮件询问福曼医生时 医师立刻回复了消息说 当然我可以为你治病 陈嘉敏说 在治疗期间 福曼医师会与他一起拉提琴 缓解他的焦虑 不过张先生补充说 癌症疗程都有固定的标准和方法 如果没办法约到心仪的医师 也不用太过担心 是同样可以获得有效治疗的 看完张先生与陈嘉敏的经历 我们发现在美国求得民意帮忙 或许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有时只是一封情争意切的电子邮件 就能打动他们 希望寻访民意的华人癌症患者 不妨一试 试说新闻团队 忠心住院所有罹患癌症的民众 都能战神病魔 以上就是今天试说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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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